重量超過36公噸的特製紅色車輛 以時速超過241公里的速度 彈射到美國維吉尼亞州的詹姆斯河中 可以看到車體就像石頭打水漂般 在水面上彈跳兩次 掀起超大的水柱 最後才沉入海底 原來這是美國海軍的超級航空母艦 約翰甘乃迪號 正在進行的飛機彈射系統測試 約翰甘乃迪將會是 美國海軍第二艘福特級核動力航艦 也會是美國第二艘采用全新電磁彈射器 來讓戰鬥機升空的航空母艦 因為約翰甘乃迪 預計將在今年投入服役 美國軍方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測試 來確保戰鬥機可以在航艦上順利升空 至於被彈入海中的測試車輛 已經被回收 還可以看到車體上有造船廠家屬的簽名 希望能表達感謝和祝賀旨意 他們未來也會繼續進行類似的彈射實驗 好讓約翰甘乃迪可以早日投入服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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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